2023年再次迎来这四大赚钱的行业 这四个行业呢 他们都是全年无淡季 市场需求量都是特别的庞大 从不从销路都是来千块利润高 而且南方北方都是可以来进行大面积操作的 因为它的市场是比较的庞大 有的人干这样的行业呢 可以说年收入最低的话达到五万块钱 高达二三十万 甚至是五十万都会有的 想干这四个行业呢 必须有这样的一个条件 也就是说 在你家里边就是利用你闲职的房子 闲职的院子 甚至更大的闲职厂房 都可以来干赚这个大钱的 大家好 这里是三东雷哥 那么今天给大家分享的 在2023年迎来这四个赚钱的行业 到底是什么呢 作为屏幕层的朋友 你如果家里边有闲职房子的情况下 厂房的情况下 我觉得今天的阶级视频呢 你要耐心的看完 首先呢 咱们不那么多废话了 要不咱们先看第一个行业 跟随我的镜头 看一下我在它这个场地拍摄到的荧幕 通过这个视频呢 我相信大家都非常清楚了哈 这是家庭式的拉条制作 同时这个拉条制作节团呢 在我以前的视频当中都是和大家分享过的 之所以它的市场需求量比较大 所以说再次给大家分享 我今天所拍摄到的这一个家庭型的 那条这个小的工厂的小厕房呢 他们是在2016年开始干 一直干到现在 而是干的都是风生水起的 他们呢 可以说年收入最低的话 达到十二三万元 最高的时候达到三十多万元 他们来的钱取得最快的是什么呢 收学徒 收学徒 一个学徒呢 他们收的并不高 并不高 三千五百元 而他们一个星期呢 最低的时候 会收到是五个人 最高的时候 会达到二十个人 大家可以算一下 利润是多少 提到收学徒呢 大多都是存利润 是吧 朋友们 接下来咱们再看第二个 第二个呢 就是家庭型的养殖业 家庭型的养殖业呢 就是利润比较高 也在来钱比较快的一个行业 这个行业呢 那就是养殖蟋蟀 通过视频呢 咱们都可以看得出 蟋蟀养殖这块呢 它之所以它的用价值比较高 所以说需求量也是比较的庞大 需求量养殖 可以说 最关键的一点 就是它出来的时候 四十五天左右 就会出来了 来钱比较快 利润呢 比较高 你一斤的利润 基本上就会在十块钱左右 想养殖的朋友们 一般情况下 只要在你家里有闲职的房子 都是可以 刚开始来进适者养殖 慢慢的扩大自己的养殖面积 就可以了 而且呢 目前的市场需求量 都是特别的庞大 市场零售价格最低的话 卖到五十五块钱一斤 高达七十五一都会有的 而且还属于一个 供应求的一个状态 接下来 咱们再看第三个 第三个呢 就是也是家里的养殖 就是蟋子 蟋子养殖这块呢 我相信有的人特别通风这个行业 有的人特别的新鲜 还不知道有些人 有的人还不知道蟋子还可以养殖呢 所以说比较的新颖 是吧 朋友们 蟋子呢 大家都非常清楚 它也属于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中药材 药物价值也是特别的高 家里面有个二三十个平方 闲着的房子 多数可以来进行养殖的 是不是朋友们 所以说呢 蟋子养殖这块 想搞养殖的朋友们 我觉得现在养殖也是在二零二三年 值得考虑的一个养殖业吧 朋友们 是吧 朋友们 还有一块呢 就是 呃 第四个 就是关于这个牙苗菜种植 牙苗菜种植 牙苗菜呢 也是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 正常所必须的一个 呃 菜品了 是不是 起码它是一个绿色的 大通视频呢 咱们都可以看得出 这是一个那个 呃 那个什么 花生芽啊 花生芽 它属于一个存水 存水 而长出出来的 而不是用什么剂剂 也不用什么什么药啊 来进行催长起来 而是自然的生长出来的 只要是在这个房间里边 有足够大的这个 呃温度 足够大的面积 足够大的温度提高上去了 那长得都是必须的漂亮 是不是朋友们 以上视频呢 就是简单的给大家所分享的 在2023年 2023年呃 迎来了这四大专注的行业 这四大专注的行业 呃 作为屏幕前的朋友 您呢 你觉得这四个专注的行业 在2023年发展怎么样 或者是你对这四大行业 有没有想发表自己的观点呢 可以在评论区说出你的看法 好了 今天视频呢就和大家简单的落在这里啊 这四个养着行业 作为屏幕前的你 还对着四个行业 是否感兴趣呢 打着屏幕去吧 告诉大家 下一个视频呢 比这个更精彩 下期不养不散 拜拜